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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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 我叫楊宗翰 那我本身是一個部落格空無筆記免費自由的男主 但是 我們今天不談那個 我們今天來談談陌生人 先來玩一個遊戲 請問一下 假設你們現在身上有兩杯水 那你們只喝了下一杯 你們願意把另外一杯水 分享給一個口渴的人喝嗎 願意的人可以讓我知道一下 水而已 其實應該沒什麼 對大部分人來說OK 第二個問題 假設你們現在撐這一支傘 然後走在路上下雨了 你們願意問旁邊的那個沒有撐傘的人 讓他跟你一起撐傘 走到下一個棋樓嗎 可以讓我知道有多少人願意嗎 可能會稍微少一點 那 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 我還是一個國中中二的屁孩學生的時候 我走在路上 然後那天下雨了 沒有帶傘 我淋著雨走在路上 突然旁邊出現了一個人 他把傘丁到我的頭上 然後跟我說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讓我跟你走一段路好不好 也不是在搭傘 他是男的 沒有 我們就這樣走過去 然後我從頭到尾沒有跟他講過任何一句話 我那時候很腫耳 但是 當他離開了之後 接下來 只要每次我帶著傘 走在路上 遇到下雨天的時候 我會非常非常渴望 能夠看到其他的人 沒有帶傘的雨 我會希望說 有機會能夠對他說 欸 要不要我幫你撐傘 然後我們一起走到下一個地方 但其實我從頭到尾沒有成功做過一次 我不敢 我很腦的待在那邊 然後等著別人過來問我說 可不可以帶他一起走 對 然後我就發現 雖然有勇氣行動的人不多 但是其實大多數的人都是願意幫忙的 很多人看到有人需要幫忙的時候 都是有那個動力 有那個心情想要去幫忙 只是我們不敢而已 OK 第三個問題 當你們在路上看到別人這樣子 開著車 你在路上看到別人這樣子 你願意把車子停下來 然後問他說 你要去哪一個 給大家知道 少很多了吧 OK 還是有一點點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說的 問題其實並不在於說 大家願不願意幫忙 大家有沒有那個善心 問題是 我們很擔心 我們遇到的這個人 是陌生人 我們非常非常怕我們遇到陌生人以後 會發生危險 我們怕被他帶去賣掉 或是被他帶去殺掉 或是怎樣 那 那 在此 先跟大家介紹一個全世界最危險的國家 哪裡 對台灣來說可能是印度吧 我到印度旅行的時候 我跟一個機車店的老闆租了一台機車 騎機車騎在祥賤小路上 騎了大概半個小時以後 那個機車就沒有油了 那個機車店的老闆騙我說 他那個油是加滿的 結果那個油 那個機車開到一半就沒有油了 我推著機車在鄉天小路上走 然後走到一半走大概五分鐘 有一群年輕人騎的機車 年輕騎的年輕人騎的機車走到我 到了我的身邊 然後把我肚子團圍住 那時候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 他們討論你一陣子以後 他們最後決定叫我一個人騎在機車上 然後呢 那群年輕人 兩個人騎著兩台機車 在後面 用大腳弓 把我從那個鄉天小路 一路推了兩公里三公里 到最近的一個加油站 讓我去加油 當地的年輕人 並不一定每一個看到你 都會想要把你抓去怎樣 至少對我來說沒有發生那樣事情 那 印度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非常非常擔心 或是我們覺得很危險的地方 叫做 貧民窟 貧民窟很危險嘛 我們都跟大家說 你若去印度要盡可能 要去一些 比較單純的地方 少去一點貧民窟 少跟穆斯林接觸 我們覺得 我們遇到的穆斯林 很可能會是ISIS 他可能身上都帶著炸彈 或是帶著刀 但是我在印度 只有真的被邀請到一個 穆斯林的貧民窟社區裡面 跟一群穆斯林住在一起 那我在那邊沒有看到任何一顆炸彈 也沒有看到任命把槍 只是傍晚的時候 會有一大堆的小朋友 社區裡的小朋友 跑到他們的屋頂上去 開始放光針 我發現 其實這些穆斯林 這些平民窟裡面的人 跟我一開始想像 那些很危險的 或是很恐怖的人 其實並不一樣 並不是我們新聞媒體 報導的那樣子 所以莫丞人教我的第二件事情 是 對 只有極少數的人是王八蛋 只是那些王八蛋 然後時不時佔據了 所有的新聞版面 我開始學著說 不要去相信新聞 但是對台灣人來說 印度的人再怎麼恐怖 再怎麼危險 都不會比台灣人恐怖 因此我開始在台灣 嘗試著用 搭便車的方式 去認識陌生人 請問你們有人覺得 你們有人想像過 在台灣搭便車 是一個文化嗎 大部分人沒有辦法相信 我們會覺得 搭便車可能是歐洲化 可能是美國那邊流行的文化 台灣人根本沒有聽過這種東西 在台灣應該是不可能的 給大家看一下下一個影片 對不對 不見了 好 但我會希望讓大家知道的時候 想一下一個事情 我們都說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什麼 是人 但其實 我們好像內心 真的並沒有完全相信這句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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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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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